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婉晴园中文义务导览员严庆磊 我将在此介绍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所倡导的社会改革 这些改革对新加坡华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你知道吗?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取得了鸦片专卖权 自18世纪以来将鸦片大量进口到中国 鸦片不仅在中国猖獗,在新马一带也是如此 吸鸦片对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孙中山先生在革命成功后立法取缔这种行为 本地先贤如林文庆和陈武烈也积极参与静吸鸦片运动 你认为你穿得了这双鞋吗? 你知道这双鞋是成年妇女所穿的,而不是小孩 这些妇女的脚怎么会这么小? 明清时期,女子缠足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也被视为美的特征 通常女孩在五六岁时便开始缠足 以布条颈裹双脚,使祖骨变形,走路时以祖根行走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先生废除了禅族的习俗 本地的先贤如林文庆和邱淑园也受到影响 成立了类似禁止禅族的主子 从此之后,女子再也不需要忍受禅族的痛苦了 他们的日子可以过得更好,也能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简便运动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另外一项社会改革 清朝时,汉族男子必须替法续变 意味汉人臣服满人的统治 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境内和海外华社掀起简便运动 新加坡华人通过简便来支持这项运动 简便意味满清统治的结束,象征了新时代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